江西藝術盆地世代缺水 后来村民发现 每一回村里下雨雨水泉流进一个神秘山洞 而且离奇的怪事接连发生 到底这个洞口藏有什么秘密 跟着镜头代名揭开谜底 江西盆岭村千年来严重缺水 当地村民苦不堪言 他们只能四处奔波上山找水源 这一天一如往常 两个男人心走在丛林间 眼前穿着冒吹团浓浓雾气 飘荡在深不见底的漆黑洞口 村民直言 盘岭村世代缺水 全新为村里的生活用水 都流进这个神秘山洞 更诡异的是 自从有人发现洞口所在 那里就常常透出若隐若现的围光 而且村子里的母鸡频频失踪 最后居然在洞口发现鸡毛 离奇的事接连发生 现在里面碰了一响 每这么一响一次 从来就会去世一个人 在附近村了 小村里弥漫恐怖气息 从此只要天刚亮 就会有人悄悄潜入深山 拿出自卑的蜡烛 金纸跪着洞口不停祭拜 这一天一行人战战兢兢 深入洞穴 想要揭开山洞的神秘面纱 没想到一尽动力 大伙全都惊呆了 这鬼斧神宫的美景 仿佛置身在巨大宫殿 因此村民把它取名为神龙洞 更让人惊奇的是 世代武警的缺水秘密 终于在这儿找到真相 河里这座大厂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水汽 是一个地下暗河 所以他们原来都找不到的水 实际上它都流到我们神龙洞里面来 神龙洞的奇观谣传千里 聚传里头藏有西式珍宝 不少人抢着一朵梅块 这一天采访团队找来专家 却副武装要深入洞穴谈蜜 一路上四处可见骑行怪状的钟鲁石 泥泥的小路旁还有极为罕见的生物 这是盲鱼吗 那你去叫它盲鱼吧 它眼睛它就没看不到的盲家 明明说说没有眼睛嘛 它没有视觉的嘛 洞内的盲鱼全身透明 当今世上极其稀少 接着大伙涉水前进 一踩上岩石又有了惊人发现 这是盲珍珠吗 这是盲珍珠 好 它是虚子啊 这个就是它是靠这个触觉 很难想象如此黑暗潮湿的环境 竟然有多种原生物栖息在此 发现了比较网 这个里面的这个生物的 原生态状况非常好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世界新物种 为了寻找世界新物种神龙虫 但虎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攀爬 他们得先弯着身子匍匐前进 独自穿越狭窄的洞穴密道 终于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可惜这里面还是 还是没有神龙虫 洞内深处危险至极 现象还生 只要一个不小心 就会掉入深不见底的深潭 小心 停 停 锁心旁人伸出援手 阻止了汗事发生 但这一摔 也让他们无意间发现 头上的世界奇观 好漂亮喔 是不是这个吗 对 那就是这样 那就是 那就是收上去吧 真的耶 你看神奇吧 在灯光的照射下 一大片神龙虫附着在眼壁上 仿佛水晶珠莲般晶莹剔透 而垂下来一丝丝的 则是他们的分泌物 没想到一趟巡水之旅 竟然意外发现这个室外桃源 如今还成为著名的观光圣地 神秘宝藏终究只是传说 山洞里的珍奇生物 才是最令你惊叹的威宝 谢谢大家